眼泪 说到眼泪 你会想到什么呢 软弱吗 眼泪 有时候是软弱的 有时候 是软弱的 是坚强的 有时候 是忏悔 有时候 是宽容 有时候 是羞怯 有时候 是勇气 有时候 是失败 有时候 是成功 听到眼泪 而当我们 要谢幕的时候 也将会在别人的泪水里 告别一样 张嘉敏 张嘉敏 是一位 和乳腺癌 抗争了23年的老太太 她说 她过去到现在 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 就是为了 不让眼泪掉下来 导演 李的蛋糕 我也是 依然 放下来 一屈 了 我 她 金楞瓦 只有不断接纳 象征希望 勇气 力量的摆穿 才可能 风华长存 眼泪 是无色的 但是 它分泌又有着 最丰富的 生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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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 三职 三职 每天读两篇好不好 又比较短 再读一篇 这个音乐 告别 孩子说 我们最终都要远行 最终都要与稚嫩的自己告别 告别 是通往成长的苦行之路 山蒙虽在 景书难脱 这是路由和唐婉之间 痛彻心扉的告别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 我都不屑 我的双手 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尾了 我也准备走了 杨将先生 引述了这首诗 平静 超然的 和这个世界告别 在这期节目中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 作家曹文轩 他向我们娓娓道来 和故乡 和父亲的告别 也让我们 仿佛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世间 所有的文字 千百年间 都在 作着同一篇文章 生离死别 告别 是结束 也是开始 是苦痛 也是希望 面对告别 最好的态度就是 好好告别 我感觉这个背景 有点不符合 太高兴了 死吧 一点都不符合 真死的 读的好奇怪哦 好了 最后一首 刚刚那首 弥补一下 Kiss the ring 谢谢大家的魂箭 谢谢大家的礼物 不会成真的梦 追梦 不会成真的梦 忍受 不能承受的痛 挑战 不可战胜的敌手 跋涉 无人敢行的路 改变 不容震撼的错 仰慕 纯真 高洁的心 远征 不惧伤痛 与疲惫 去斋 遥不可及的心 敢依此生 求索那颗心 管它征途遥远 道路多险峻 为正义而战 何须惆处不定 哪怕烧灼在地狱火中 也自阔步前行 我若能 为这光辉使命 穷尽一生追求 多年后 待到长眠时分 我心 亦能安宁 而人间 定会不同往昔 纵然我 终将疲倦无力 人要用伤痕累累的双手 去摘那 遥不可及的心 大家晚安 今天给大家读了三篇文章 谢谢大家的陪伴 谢谢大家关注我的直播间 谢谢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关注我的抖音 每次开播呢 我会发微博通知大家的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逢题目 然后不要忘了关注我的直播间 下次再来听我唱歌哦 嗯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